所以第一階段应该比较简单一些些 不过那个逻辑,恐怕各位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那个怎么移动 由小到大,就是假一直在high 所以自动移动嘛,移的方式的话我刚刚解释过了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你这样了解别人的逻辑之前 自己要先做做看 然后呢,尽量也不要一次就直接执行 你可以按F8,慢慢慢慢去看 我那个程式怎么执行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跑,由小到大,确定 有没有,然后由大到小就跑完了 OK,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需,突然 刚好那个业务上需求 我突然怎么样,我希望说 我要能够按照笔画排序 那笔画最少的排在前面 笔画多的排在后面 那第一个我要怎么样 我要先知道说笔画的顺序 那笔画顺序怎么知道呢 第一个,我们要先把这些什么工作名称 先找到 那找到的方法 你当然你不可能说你自己 当然比较笨的方法是这样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点两下,Ctrl-C 对不对,然后Ctrl-V贴上 第二个,点两下,Ctrl-C Ctrl-V贴上 当然这个你要做很久啊 做13个你就做13次 当然,可是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产生这13个班级名称呢 很简单嘛,跑个回圈嘛 Fore i 等于0到10 Fore i 等于0到12 然后你就分别这样 把这个的name 顺序应该是1到13 把这里面的name抓出来 名称抓出来 然后再填到这上面来 对不对 填完之后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里面的那个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顺序对不对 你可以排序一下 好,那我先用这个 因为云端上我有放一个表格 就是为了让各位可以练习用 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地方贴上 这边就有一个顺序 对不对 然后把那个格式把它改为只有文字就好了 OK 然后在排序的时候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没有标题 那你可以由大到小按确定就可以 他就会帮我排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顺序 那这个顺序的话呢 我将来要移动的话 就根据这个清单去帮我排列 对不对